深夜,洗手间传来一阵娇喘声,起初,我以为是刘姨偷偷带回来了一个野男人,但是当我偷偷将眼睛贴在门缝上,却看见刘姨拿着一个电动棒在抚慰自己,而她下面是光着的。 我吓得浑身抖动,赶紧溜回了自己的卧室,想起刚刚的香艳场景,我久久无法入睡。 我叫黄俊杰,今年19岁,是一名男学生,现在在国外一所高中上高三。 原本陪我出国陪读的是我妈妈,但是这几天因为外婆生病临时回国了,老妈便托她的好闺蜜留姨暂时照顾我。 刘姨全名叫刘薇薇,是一名健身女博主,她今年才29岁。 刘姨不光身材非常火爆,而且有着一副十分精致的脸蛋,前凸后翘的魔鬼身材,自然也是吸引了一大批男粉丝。 她和我老妈是之前健身的时候认识的,因为她叫我妈娇姐,所以让我叫她叫刘姨,按理说,我是应该叫她姐姐的。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刘姨才来美国几天,居然就忍受不了寂寞,弄了一个电动棒在抚慰自己,这让处于青春期的我,感到更加好奇和向往了。 第二天一大早,迷迷糊糊之中,居然是刘姨派醒了我,小姐起床准备上学了。 此时,刘姨下面穿着瑜伽裤,上面穿着运动紧身背心,将她那完美身才勾勒了出来。 刘姨看到我睁开了眼睛,淡淡地笑了一下,叮嘱我赶紧起床,要不然就要迟到了。 出门时,她眼睛朝我下面那里看了一眼,然后坏坏地笑着走了。 这一个眼神顿时让我面红耳赤,因为我那里早已经撑起了一个斗篷。 洗漱完毕出来吃早饭,刘姨特意给我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而她竟然就穿着瑜伽裤,紧身背心,在旁边练习哑铃。 不知道刘姨是不是故意的,每次她弯腰下来的时候,胸前的事业线直接映入了我的眼帘,让我既尴尬又兴奋。 看见我吃得差不多的时候,刘姨突然笑着走了过来。 小姐,你昨晚是不是起来过? 刘姨特意这么一问,我立即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否认了。 但是从刘姨那暧昧的眼神来看,她大概也知道了昨晚我偷偷地起来了,并且发现了她抚慰的不雅事。 可能是昨晚客厅里来了只老鼠。 刘姨坏坏一笑,嘀咕了一句,然后便转身走进了她的卧室。 她这话倒是让我尴尬不已,我总不能承认我偷偷看过她干坏事吧。 等我吃完早饭,刘姨已经换好了一套黑色短裙套装走了出来,整个人看起来更加地有韵味。 刘姨开车,把我送到了学校,刚进入校园,就碰见了和我一起从国内来留学的赵凯。 黄俊杰,刚刚送你来的是你姐姐吗?长得真不错啊,要不介绍给我当女朋友。 滚。 我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就朝着校园里面走去。 我跟赵凯不同,她是因为在国内上高中的时候,把其他女生肚子搞大,被学校开除后,才被迫来到这里上学的。 他们家有钱,但是她喜欢乱搞,刚来这里才两三个月,听说就交了几个女朋友,还和校外辅导机构的女老师好上了。 而我来这里,是为了求学的,是为了更好的上这里的名牌大学。 中午课间休息时,赵凯就不停地跟我说,昨天晚上她去了华人区的一家按摩馆,那里面有不少国外的妹子很正点,重点是人家很开放。 听到赵凯嘻嘻哈哈地跟我说这些,我当即就对了起来,还把她骂了一顿,认为她就应该以学业为重,别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小心到时候,书都没有得读。 但赵凯不以为然,认为没书读了,回去她老爸的公司随便安排个工作,都不愁吃,不愁喝了。 不知道为何,骂完赵凯,想起她刚刚说的按摩馆的场景,我的脑海之中情不自禁地就想起了昨晚看见刘仪在洗手间的那一幕。 想到这里,我不禁脸红心跳了起来,身体也产生了反应。 快放学的时候,赵凯突然笑呵呵地凑了过来,问我想不想看小电影,他说完,直接给我微信发了一个链接,让我点了进去。 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恶作剧。 我点进去,原来是一个木马程序,手机顿时放出了很大的那种男欢女爱的声音,虽然没有画面,但是我怎么关也关不掉。 一瞬间,我脸红尴尬到了极点,整个教室都传来了哄堂大笑的声音,最后还是我将手机强行关机才解决掉。 好在上课的女老师听见了之后,也只是坏坏地笑了笑,提醒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这一幕,真是让我尴尬到了极致。 放学的时候,原本以为刘仪会开车来接我的,但是看到刘仪发给我的微信,她现在在超市购物来不及接我。 让我先打车回家,我打车回家之后,果真刘仪不在家。 我放下书包上了个洗手间,意外看见了刘仪,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下来的内衣,就放在旁边的脏衣楼上面。 让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昨晚她用过的那个电动棒,居然就放在旁边的架子上面,这一下再次让我心跳加快了许多。 鬼使神差之下,我忍不住将刘仪的内裤拿了起来,正准备干坏事的时候,突然,洗手间门被推开了,因为我刚刚进来就没有反锁。 小杰,你在干嘛?刘仪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 推开洗手间的门,就看见我拿着她的黑色内裤。 我双家通红,十分尴尬地说着,刘仪,我看见这里面有没洗的脏衣服,我准备一起洗了。 那行吧,谢谢你帮我洗衣服,我先去做晚饭。 刘仪热情一笑,但是还是走了进来笑着说,你帮我洗这些衣服就行,这两件内衣你不会洗,还是我自己来吧。 刘仪笑着说完,便将她的内衣给收走了。 同时,她似乎也想起了架子上面的电动棒,随手偷偷地藏在衣服里面给拿走了。 之后,我就因为嘴欠,开始帮刘仪洗起了衣服,洗的是她的裙子和外套。 刘仪做好晚饭叫我吃饭的时候,她却脱去了外套,穿了一件紧身小背心,就这样坐在我的对面,并笑呵呵地说着, 小姐,今天特意买了你喜欢吃的生蚝和鲍鱼,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不等我说完,刘仪便直接给我加了一个她特意烤好的蒜蓉生蚝,递到了我的碗里, 还说我现在长个子就应该多吃点好的。 她这话让我听了总感觉怪怪的,而且她的这幅眼神也是让我捉摸不透,似乎在暗示什么。 但是似乎什么也没有说,刚吃完饭,准备做作业的时候,突然,居然有人来按门铃。 我正好奇到底是谁来按我家门铃,刚走出书房,却发现刘仪已经把门打开了, 赵凯背着个双肩包,黑黑地笑着走了进来。 姐姐好。 赵凯进来之后,十分恭敬地给刘仪鞠了一躬,然后就笑嘻嘻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俊杰,我课本忘记带回来了,想过来借借你的。 赵凯进入了我的书房之后,我就怒对了她,因为我知道她的小心思,在学校问了刘仪的微信,我没有给。 现在居然想办法来到我家套近乎,而且因为今天这个恶作剧的事情,我也把她臭骂了一顿, 但是这小子失去,特意给我带来了好吃的,而且还送了我一个很贵的手办。 刘仪看到我同学来了,还特意给我们准备了水果,还招呼赵凯过去吃, 不过赵凯这小子,辽妹真有一套,趁着吃水果的时候,竟然就把刘仪的联系方式要走了。 就这样,赵凯在我们家待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才离开。 刘仪,赵凯那个人啊,嘴皮子很厉害,而且喜欢乱搞男女关系。 你千万别理她。 哈哈哈哈,小杰啊,你当刘仪是十八岁小女生,这么容易被骗吗? 刘仪听见我这么叮嘱她,她居然开心地笑了起来。 赵凯走后,刘仪换上了瑜伽裤短背心,又在屋子里面开始健身了起来, 我写完作业便准备去睡了。 躺在床上,脑海之中竟然情不自禁地再次想起了昨晚刘仪在洗手间的那个画面。 我就这样躺在床上,却一直没有睡着,而我居然静静地倾听外面的动静, 想看看今天晚上刘仪是不是还会这样抚慰自己。 但是今天晚上,刘仪健身完,洗了个热水澡,居然直接就去睡了, 看样子她今天真的累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发现我的内裤脏了, 尴尬的我赶紧去洗手间换了一条, 结果还没换好,刘仪就敲门了, 示意我快点吃早餐,不然上学要迟到了。 换好后,我匆匆将内裤放在了脏衣楼的最下面, 准备下午放学回来洗, 谁知道我吃早饭的时候,刘仪钻了进去。 随后,刘仪从里面出来的时候, 看着我坏坏地笑着, 看样子我们小杰真的长大了。 这个眼神和这个笑容顿时让我尴尬不已, 看样子刘仪已经看到了那条脏内裤, 而且估计他以为我是不是偷偷做了什么坏事。 到学校后,一整天还算正常, 但是脑海之中偶尔还会响起刘仪对我的坏笑。 结果下午快放学的时候, 赵凯居然跟老师说他的平板电脑不见了。 老师见状,居然直接让几个班干部开始搜壳桌。 所有人开始站到教室后排, 然后几个班干部开始搜壳桌, 搜了几个没发现结果搜到我的客桌, 一下子把我给搞梦了。 因为居然从我的客桌里面搜出来了两套内衣, 而且还是女人的情趣内衣。 网状的, 镂空的, 一下子把几个班干部给整笑了, 瞬间全部同学跟着一起哈哈大笑了起来。 女老师看到后也忍不住笑了, 但是脸色还是露出了有些严肃的目光, 就在这个时候, 赵凯突然说道, 对不起。 老师, 我的平板找到了, 原来我放在了书包的架层里面。 既然平板找到了, 也不用继续搜壳桌了, 但是我成了全班的笑话。 因为这是, 女老师说要打电话, 请我家长到学校来, 没有办法, 我只好打电话让刘姨来学校一趟。 刘姨来了之后, 一开始很紧张, 以为我闯了大祸, 随后, 女老师便将昨天的事情和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看到女老师摆放在桌子上面的情绪内衣, 刘姨笑着说, 老师, 对不起, 这两套内衣是我的, 是我早上不小心放错了地方。 因为一开始, 老师以为我是从哪里偷来的女人内衣, 但是听到刘姨这么一说, 女老师便也不再说什么了, 最后就是叮嘱刘姨多多引导青春期的我, 担心我犯错误。 最后, 我在老师面前保证了一下, 老师也不再说什么了, 毕竟, 昨天的事情是赵凯故意整我的, 而今天, 刘姨却主动帮我背了过。 一路上, 我就不停跟刘姨解释, 那衣不是我偷的, 也不是我放在课桌的, 我不是那样的人。 刘姨笑着安慰我, 让我不用想太多, 她说不会告诉我妈妈的。 但是晚饭过后, 刘姨练完瑜伽, 换了一套性感睡衣, 直接走进了我的书房, 笑着说, 小姐, 刘姨那两件内衣, 真的不是你偷偷拿到学校去的, 你早上的脏内裤, 我都看见了。 刘姨这么一说, 我顿时双颊通红, 想解释却不知道如何开口。 刘姨看见我娇羞的样子笑着说, 没事的, 小姐, 我已经答应你妈妈了, 替她找好照顾你, 我知道青春期的男孩子都有需求。 今晚, 刘姨就满足一下你的欲望。 刘姨说完了之后, 就凑了过来, 直接抓住我的手, 然后伸进了她的睡衣。 干柴烈火,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而我在刘姨的引导之下, 彻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 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我看见我卧室的地板上, 到处都是乱飞的衣服, 我慌乱地穿好衣服, 出来洗漱的时候, 刘姨已经帮我精心准备好了早餐。 早饭非常的丰盛, 不光准备了豆浆油条, 还有水煮鸡蛋, 另外, 刘姨还给我准备了大虾, 说是要多多补充营养。 出门的时候, 刘姨笑着说, 晚上回来还给我准备甲鱼汤喝, 说那个狠补。 我听到这些话, 只能不停地感谢刘姨。 但是, 同时我心里又有些紧张, 要是昨晚的事情被我老妈知道了, 那就真的完蛋了。 因为从小我就很害怕我妈妈, 更害怕她的大骂, 如果她知道了我和刘姨的事情, 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所以我心里一直很担心。 刘姨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 到了学校门口之后, 刘姨笑着说, 放心吧, 小姐, 我们的事情不会让你妈妈知道的, 这是咱俩的事。 刘姨笑着说完, 还特意对我做了一个笔心的手势, 笑起来真的太甜了。 到了学校之后, 因为昨天的事情。 还有一些男同学在笑话我, 不过好在大家都很开放, 一些男同学还笑着要给我介绍美女认识。 而我心里知道, 昨天下午那件事情, 肯定就是赵凯那小子故意搞的, 不然刘姨的内衣,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学校, 出现我的课桌里面。 肯定就是赵凯这小子弄的, 因为前天晚上, 他以借课本的名义去过我家里, 还跟刘姨聊了好久, 要了她的联系方式, 估计就是赵凯偷偷找了个机会, 从阳台上面偷走了刘姨的内衣。 赵凯, 你昨天下午为什么要故意整我? 现在全班人都笑话我, 很好玩是吗? 十分愤怒的我, 当着全部同学的面, 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领, 愤怒地质问道。 赵凯我见我的确是生气了, 连忙尴尬地笑着, 然后跟我说, 他有大秘密跟我说, 让我先放手。 看到这小子态度诚恳, 我就直接放手了, 到了教室外面, 赵凯看了看旁边没人, 然后凑到了我跟前小声说道, 俊杰, 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不对, 玩笑开得有点大, 我想跟你说一个秘密, 你之前在高中暗恋的学姐李延, 她也来美国了。 听到这话, 我整个人明显愣了一下。 此时我右手已经松开了赵凯的衣领, 因为这个李延比我大两届, 当年我高一, 踏上高三。 她是我目前为止, 见过最漂亮最漂亮的学姐, 可以说是我心中的女神, 而且我当时还真的表白过她, 结果却被她狠狠地拒绝了。 只是没有想到, 两年过去, 学姐李延居然也来了国外, 这是打算给我追她的机会吗? 本来还很兴奋和期待的我, 但是赵凯的下一句话, 彻底让我惊呆了。 她现在就在我跟你说的那个华人区的按摩馆里面, 她在哪里面干嘛? 这还要问吗? 看着赵凯笃定的眼神, 我惊呆了, 彻底惊呆了, 没有想到, 曾经暗恋了那么久的学姐女神, 显然居然沦落到了这个地步, 居然还在按摩馆里面上班。 见我眼神凌乱, 待在原地愣了很久之后, 赵凯再次凑了过来, 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道, 俊姐, 要不要我帮你提前预约她, 因为那个按摩馆需要提前预约, 否则你是见不到她的。 放心, 按摩费我会帮你出的。 赵凯看了看我, 担心我没有钱出去消费, 所以特意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毕竟我老妈之前对我管的一直都很严格, 所以想要出去按摩, 这个按摩费我估计都拿不出来。 好, 你帮我预约, 我今晚去见见李延。 听到赵凯这话, 我心头一颤, 眼眶顿时都有些红润了, 没有想到赵凯这个家伙, 平时看起来总是嘻嘻哈哈的, 但是关键时刻, 居然还能这么懂我。 放心吧。 赵凯再次拍了拍我的肩膀, 然后掏出了手机, 就走进了教室。 此时, 我的目光停留在操场上面, 想起曾经的女神, 居然来国外, 做了一名男模女郎。 心里真的觉得十分难受。 下午放学回到家, 刘姨特意给我煲了甲鱼汤, 还特意准备了红烧排骨, 以及油焖大虾, 全都是我喜欢吃的菜, 重点是这些菜很补。 但是刘姨看到我有些心不在焉, 以为我昨天晚上是不是累过头了, 她笑着摸了摸我的脑袋, 关心地问道, 小杰, 怎么了? 不舒服。 我此时脑海之中, 完全就想着学姐李妍的事情, 想到曾经暗恋的女神, 现在在国外做按摩女郎, 心里就无比的难受, 根本就没有办法接受。 刘姨, 一会吃完饭, 我想和赵凯一起去华人区的书店买几本书。 顺便逛逛, 反正明天周六不用上学。 好啊, 那你身上钱应该不够吧, 我去给你拿点钱。 刘姨听我这么一说, 笑着就站了起来, 然后特意给我拿来了一千美金, 我当即就愣了一下, 一千美金可不少啊, 平时妈妈在的时候, 最多只会给我一百美金。 拿着花吧, 前两天你妈妈给我转了一万块, 过来了, 说你外婆病情现在稳定了, 她可能再多待几天就回来了, 还说让我一定要照顾你, 你呀, 学习一定得抓紧了。 刘姨笑着说完, 就拍了拍我肩膀, 然后将我的脑袋轻轻地靠在她的身上, 让我感觉到了很是温暖。 晚饭后, 刘姨洗完了网筷, 换上了瑜伽裤和健身背心之后, 一边运动一边开始开启了直播, 她说来了美国, 好久没有直播过了。 要不然粉丝都会掉光, 等我出门后, 赵凯早已经开车在我家院子门口等着我了, 我二话没说, 就坐了上去问道, 赵凯, 约那个李延一次, 得多少钱? 赵凯立即伸出了五根手指, 指着我说道, 五百刀。 听到赵凯这么一说, 我心里稍稍轻松了不少, 不过想到五百刀, 可是三千多块啊, 心里想想还是觉得太贵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跟着赵凯, 赵凯终于是开车来到了华人区的那家按摩馆。 看样子, 赵凯之前来过几次, 对这里早已经轻车熟络。 在一个黑妹的带领下, 我们便走进了按摩馆。 进去之后, 前面的按摩馆跟普通的按摩馆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但是赵凯告诉我, 真正的快乐的地方, 在按摩馆后面的一栋房子, 那里面才是男人快乐的天堂。 赵凯这么一说, 一个正常的男人都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赵凯来过几次, 虽显得很自然, 倒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显得无比的紧张。 之后, 赵凯帮我交了钱, 然后, 我就被一个黑人小伙子带着进入了里面的一间秘密的屋子, 我就开始等待了起来。 果真, 等了大约几分钟之后, 我就看见李妍走了进来, 虽然几年没见了, 但是她还是那么漂亮, 尤其是那双漂亮的眼睛, 让我看了之后, 似乎就过目不忘。 但是李妍似乎早已经不认识我了, 或者从来不记得过我, 只不过, 当她看见我是黄皮肤的小伙子的时候, 也是微微一笑, 大概是觉得十分亲切吧。 李妍, 我是黄俊杰, 你还记得我吗? 当我红着眼睛, 紧紧地盯着她的眼睛, 说出这番中文的时候, 李妍整个人明显也是愣了一下, 随后四处张望了一下, 显得无比紧张和害怕, 最后她才将嘴巴凑到了我的耳朵这里, 假装帮我按摩着, 然后这才小声地告诉我说, 原来李妍是被人骗到美国的, 她现在还欠了借贷公司的高利贷三十万美金, 如果她赚不回这么多钱, 是没有办法离开这里的, 因为这帮人是不会让她离开的, 而且现在护照也被拿走了, 她就更加行动不方便了。 听到这里, 我早已经气得吐血, 随后, 我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骗李妍到国外的那个人, 居然是赵凯的爸爸赵长青, 我有个同学叫赵凯, 他经常来这里按摩, 他知道这件事吗? 听完李妍的叙述, 我忍不住询问起了赵凯 是不是知道这件事情? 他应该不知道, 我只是碰到过他两次, 但是从来没有给他服务过, 而且我不敢告诉我认识他, 因为我担心被赵凯的爸爸赵长青知道之后, 把我迈到绵北去, 那样, 我估计我这辈子就真的完蛋了, 在这里, 我至少还能够活命。 李妍说到这里, 眼泪已经忍不住地滴落了下来, 但是此刻, 外面的人就开始敲打了门了, 提醒我们要加快了。 服务时间只有十分钟了, 李妍,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听说完李妍的遭遇, 此时, 虽然我知道三十万美金对于我来说难度太大, 但是我还是想将女神李妍给救出去, 让她脱离苦海。 最后我离开的时候, 李妍告诉了我两个办法, 她说现在只有这两个办法能解救她, 一是真的还清借贷的三十万美金, 二是让我帮她偷回护照。 从按摩馆里面出来之后, 赵凯就笑呵呵地询问我, 俊姐, 怎么样, 是不是你曾经暗恋的女神李妍? 你自己不是试过吗? 你不知道? 我不敢啊, 因为国内那件事, 我爸说了, 我出来玩, 绝对不能找黄皮肤的, 否则我老爸要打死我, 所以我不敢啊。 听着赵凯这么一本正经地说着, 此时我也相信了她所说的, 当然更加重要的是我相信了李妍所说的话。 回到家之后, 我看到刘姨此时火热地跟粉丝们互动着, 直播完了之后, 刘姨喝水的时候笑着问我出去玩得怎么样。 看她那暧昧的眼神, 顿时让我有些尴尬了起来, 因为我真的担心赵凯这家伙把这事跟刘姨说了。 等我洗碗澡出来的时候, 刘姨跟我说, 一会有个粉丝想要见她, 今天那个粉丝还给打赏了不少火箭呢, 没有办法, 刘姨只好答应了人家。 想到刘姨晚上一个人出去不安全, 等到刘姨开车出门后, 我便悄悄叫了出租车跟了上去。 没有想到, 约刘姨见面的居然是赵凯的老爸赵长青。 虽然我很少去赵凯家里面, 但是赵凯的老爸我见过几次, 也见过他们的照片, 只是刘姨她不认识而已。 当我想到我的女神李妍就是被赵长青给骗到了国外, 然后欠了高利贷卖到了按摩馆。 此时此刻, 我就无比担心了起来, 担心刘姨也被赵长青给套路了。 果真, 我溜到了他们旁边, 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内容, 大意就是赵长青可以通过自己的人脉和公司将刘姨给打造成这里的一名网红, 到时候赚的钱绝对会比国内多很多。 刘姨听到这些, 显然也是无比的向往, 而且此刻, 赵长青还特意准备了不少资料和合约给刘姨看,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这些资料很多都是假的。 因为这个过程, 李妍跟我说过的, 就是这个套路, 一旦签约了, 刘姨那就真的完蛋了。 相当于直接卖身给那家按摩馆了。 因此, 就在刘姨准备跟赵长青签约的时候, 我突然端着一杯冰咖啡假装经过, 直接一下子泼洒到了他们的桌子上面。 当场就将赵长青准备的文件和合约给直接弄毁掉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装作很无辜的样子, 连忙给他们道歉。 但是当刘姨看见了是我的时候, 她明显也是愣了一下。 旁边的赵长青看到我有些眼熟, 不等她开口, 我连忙客气地称呼了起来。 赵叔叔, 你好, 你好, 我是赵凯的同学啊。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您。 经过一番客气话之后, 赵长青也没有过多的怪罪于我, 随后我提议到, 要不明天直接上赵凯家里面再把这份合约给签了。 是啊, 赵总, 要不明天晚上上您家里面把合约签了, 两个小孩也正好是同学, 可以一块玩玩。 刘姨此时也笑着提议道, 听到刘姨这么一说, 此刻, 赵长青虽然想归罪我, 但是想到明天就能够直接签约了, 他也只能作罢, 毕竟刚刚的那些资料和合约已经被我故意给毁掉了, 原本以为我回到家。 把这件事情给刘姨说了, 刘姨会非常感谢我,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刘姨却非常的生气, 原来这件事情刘姨早就知道了, 而且更加让我震惊的是, 刘姨也就是刘薇薇, 她居然就是李妍的表姐。 这次她来国外, 其实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营救李妍的。 今天刘姨假装答应了赵长青的邀约, 其实都是在刘姨的计划之中, 目的就是为了拿到赵长青的犯罪证据。 而我今天的意外出现, 则是毁了刘姨找到赵长青罪证的计划。 不过, 念在我一心想着解救李妍。 刘姨也没有过多的怪罪于我, 而且还特意跟我商量了明晚的计划。 第二天晚上, 我和刘姨一起到了赵凯的家里面, 赵凯的爸爸赵长青特意做了几道地道的中国菜, 另外还准备了不少烤串。 这里忘记跟大家说了, 原来赵凯现在是善庆家庭, 赵凯爸爸赵长青跟他妈妈很小就离婚了, 这么多年, 赵凯就一直赵长青。 赵凯其实一直是想跟着自己的亲生母亲的, 但是赵长青不让, 毕竟抚养权在他手里。 也正因为此, 赵凯爸妈离婚之后, 赵凯的学习成绩也就开始一落千丈了。 吃晚饭的时候, 赵长青还特意准备了不少美酒, 我们每人喝了一杯, 之后, 赵长青再次提起了合约的事情, 意思是, 通过他的人脉, 让刘姨成为当地的一名网红, 将来可以挣更多的美金。 刘姨听了之后, 拿起了赵长青的合约, 假装很仔细地看了起来, 最后在赵长青的忽悠之下, 刘姨特意在合约上面签了字, 而且按照规定将护照给了赵长青, 说是备案用。 随后, 赵长青便很谨慎地偷偷地将刘姨的护照 藏在她的保险柜里面, 之后, 这才高兴地走了出来。 赵总, 要不我再敬你一杯, 然后请你跳一支舞。 赵长青才出来之后, 刘姨笑呵呵地端着两杯红酒, 十分妩媚的样子走到了赵长青的面前, 眼神暧昧地看着赵长青。 赵长青看见之后, 当即笑呵呵了起来, 随即, 她搂着刘姨的小蛮腰一边喝着红酒, 一边就准备跳上一曲交际舞。 只是, 当赵长青慢慢地喝下了半杯红酒之后, 突然就感觉自己的脑袋开始有些晕乎乎了起来。 随后, 赵长青只好坐到了旁边的沙发上面, 靠在沙发上面, 想要睡觉。 赵长青, 你完了, 你这辈子完蛋了, 我一定要亲手把你送进监狱去。 你这个人渣, 你这个禽兽。 就在这个时候, 赵凯突然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他的手上居然拿着很多的非常借贷合同, 以及各种合约, 重要的是, 被他偷偷藏起来的护照也被赵凯拿了出来。 因为就在刚刚赵长青偷偷将刘姨刘薇薇的护照放进保险柜的时候, 保险柜的密码被赵凯偷偷通过安装的监控看到了。 赵凯, 你在干什么? 赵长青听见自己的儿子居然大骂自己, 而且还把他重要的资料合同全部拿了出来, 顿时怒了。 赵长青随即从桌子上面抄起了一把水果刀, 怒道, 好啊, 原来你们合伙想要害我, 想要把我送进警察局里面去, 怪不得昨天晚上说要非要来我们家签约。 你们去死吧。 看到赵长青突然拿出了一把水果刀对于我们, 我和赵凯显然吓到了。 但是让我们震惊的是, 下一秒, 刘依刘威威竟然一下子就直接将赵长青手里的刀子打落在地, 而且狠狠地将它压在地上。 随即, 刘依直接找到一根绳子, 从头到脚将赵长青给捆了起来, 随后冷笑一声说, 别以为我只是个健身博主, 其实我十几岁就拿了搏击冠军, 对于你这种人渣刚好够用。 赵凯, 还愣着干嘛, 赶紧给大使馆打电话啊。 很快, 赵凯就给大使馆打去了电话, 同时将这些情况全部汇报给了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赵凯, 你个好儿子, 你居然连你老爸都算计。 赵长青被绑住了之后, 心里十分不爽, 他不明白为何自己的亲儿子居然要害他, 还想亲手把他送到警察局。 你是我亲爸, 可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想跟我亲妈一起生活, 你为什么不同意? 还有我高中喜欢的那个女孩江小柔, 是被你骗到国外, 然后让把她卖到按摩馆, 想逼人家卖淫, 结果人家跳楼了。 她是你害死的, 都是你害死的, 我恨你, 我一辈子恨你。 赵凯很快就歇斯底里地怒吼了起来, 眼泪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 不停地滴落了下来。 我也没有想到, 原来赵凯心里面这么恨他的老爸。 就这样, 过了一会之后, 我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带着国外当地警察, 一起来到了赵长青的家里面, 赵凯则亲手将这些罪证交给了警察。 而赵长青当晚就被关进了警察局, 而位于华人区的那家按摩馆, 当晚就被查封了, 其中, 在大使馆的努力下, 解救了像李延这样的流媚女孩。 除了解救出了李延, 还解救了另外几名女孩, 他们都是被赵长青通过各种利诱拐骗, 骗到国外来的。 当然除了他们, 另外还有赵凯的朋友江小柔, 之前就是被他们给活活逼死了。 李延就出来的晚上, 刘依刘薇薇和李延紧紧地相拥在了一起, 两个人早已经哭成了一团泪人。 这是之后, 在大使馆的帮助之下, 李延和另外几名被解救的女孩, 跟着刘依刘薇薇薇一起, 终于是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在他们飞往国内的那天, 我妈妈的航班刚刚落地, 在我去送刘依和李延他们的时候, 刘依趁着李延去办手续的时候, 悄悄地对我说着, 小姐,记住, 我们之前的秘密,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哦。 要不然, 刘依会恨你一辈子的。 刘依这么一说, 顿时让我尴尬不已。 我知道, 因为我的冲动, 我们才发生的那种事情, 的确是让我难以启齿。 而我的女神李延, 在上飞机前, 却告诉了我一个秘密, 她告诉我, 她在那家按摩馆, 只是从事着正常的按摩工作, 并没有从事出卖肉体的工作。 听到这话, 我心里顿时高兴极了, 看来我心目中的女神。 依旧是我心目中的女神。 那你还喜欢我吗? 在上飞机前, 李延突然害羞这脸蛋, 问了我这么一句话。 喜欢。 最终我忍不住点了点头, 大胆地告诉了李延。 好, 我在家等你, 等你学业有成, 回来娶我。 你愿意吗? 看着李延真诚地询问我这番话, 我早已经感到得泪流满面。 后来赵长青被当地的法律给判了几年, 而赵凯因为这事, 他决定回到中国, 回到自己的亲生妈妈身边, 因为他觉得那里才是他的家。 他告诉我, 他恨赵长青。 所以, 这里他并不会留恋。 而我, 因为来这里上学, 花费了太多的精力, 我不想对不起父母, 所以, 我必须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 才能对得起父母。 后来, 我将全部的精力放在学习上, 终于是考上了当地的一所大学, 我准备用毕生精力努力钻研, 将来回国报效祖国。 李延学姐, 你等着我, 等着我回国娶你。